在老板的婚礼现场上 这男人像条狗一样 双膝跪地 两手夹紧 一边汪汪熬叫一边吐着舌头 老板冲他下巴挠痒痒 他都连忙伸过头去 不停撒娇 随后老板假装拿起肌肉 就朝地上扔去 男人立马配合 四只脚在地上疯狂爬行 看着地上的肌肉 更是开心的直腰尾巴 可以听那是肩饼不是肌肉 他就带着哭腔爬到一边 在场的宾客看着 纷纷笑得无法自拔 真是好一出表演 在台上卖命演出的男人 丝毫没有注意到 老婆正站在远处 眉眼之间 竟是耻辱 老婆又气又伤心 气男人为了讨好老板 抛弃了尊严 伤心男人 为了生计不择手段 等男人发现对方后 这才羞辱地低下头 但回家路上 他还沾沾自喜 送了十二元礼金出去 反倒靠表演 捞回了四十二元 这波可是大转啊 可老婆依旧不悦 还反问他 难道你每天就只会半狗吗 老婆情绪瞬间崩溃 他哭着求男人 换个工作 反正他们祖孙三代 都是裁缝出生 再说了 男人的手艺精良 自己去创业 不轻轻松松吗 还不用被人 撵着鼻子到处走 可男人不愿走祖辈的老路 和老婆产生了分歧 但嘴上说着不愿意 男人的心底 倒是挺在意的 隔天上班 满脑子都是老婆说的话 可这时 老板叫他去送货 他本想借辆摩托车过去 对方儿子却一巴掌过来 摩托车 想在你老婆去亲亲我我呀 我给你架飞机好不好 男人越想越气 也不管对面三个人 挤全抡过去 就当场吵了老板鱿鱼 等回到家 他告诉老婆 终于 男人不再被人当狗使唤 他也是个有名有姓的人 他 叫冒吉 现在 他要独自创业 当一名裁缝将 但不曾想 老母亲却突发生病住院 需要一大笔手术费 可冒吉才刚开始创业 这下 又该从哪筹钱 在印度 领台缝纫机竟然都要考试 考场上 这女人紧皱眉头 目光四处张望 耳边伴随着嘎吱嘎吱声 她哭了 只要在十分钟内 做出一个枕套 就能免费获得一台缝纫机 在场的考生 各个手法娴熟 制作飞快 却唯独女人 因为不会缝纫 只能呆呆做着嚎啕大哭 可既然不会缝纫 又为什么要来参加考试 只因老母亲因病住院 一家子急需筹钱 而女人的老公貌级 身为裁缝世家出生的她 在听到母亲说 穿着身上的沙力不舒服时 便立马剪掉就床单 东拼西凑的 织出了一件连衣裙 还讲究美感 不忘补上一朵小花花 等老母亲穿上身 在医院长廊来拨替台走秀 乖道 所有病人都投来了羡慕的目光 没一会儿功夫 那群病号妇女就纷纷围住貌级 让她都给大伙做出 和老母亲一样的裙子 一条四十元 这么一卖 创业第一桶金就有了 可本以为事业就此风生水起 却不料 当初借给帽级缝纫机用的邻居 现在看她这么转 就想从中抽水 帽级自然不肯 最终争执之下 她唯一能缝纫的机器没了 说好的两天后 给妇女们交付裙子 这下可该怎么解决 但天无绝人之路 邻居告诉她 隔壁的城邦正举行活动 免费送缝纫机那种 只是到那的距离 要四十公里 可帽级一听 也甭管这么多 踩着脚踏车就载着老婆出发 结果到了现场一看 妈呀 那队伍 核酸排队都没这么多人 但能白嫖 夫妻俩也无所谓了 乖乖的就排队坐等领缝纫机 然而帽级在来的路上 不慎摔伤脚踝 鲜血直流 于是她让老婆排着队 自己则去旁边的诊所处理伤口 哪知一到呢 医生就让她往后烧烧 自己还要给神圣的牛羊看病呢 毕竟在印度 牛羊的身份地位 可是堪比神明 号码就排到了老婆 本以为能直接领缝纫机 结果让其意想不到的是 居然还要完成考试 十分钟做出整套才能白嫖 老婆本来都绝望了 但好在关键时刻 帽级回来了 她凭借精湛的缝纫机 五分钟不到 就大功到城 成功领到缝纫机 顺利将妇女们订购的裙子 通通做好卖出 可没过几天 身为制衣厂老板的小舅子找了上门 想介绍帽级入场 毕竟她还差钱给母亲治病 要是入场了 工资可比现在赚的还要高 但前提是 得把设计的裙子交给厂商 帽级心动了 就此入场 上班第一天 她捧着心爱的缝纫机来了 结果小舅子一看 啥过失玩意 咱用的都是高科技 俺先帮你保管了哈 就此 帽级和老婆正式工作 但不曾想 之后发生的一切 让两人后悔都来不及 这印度工人问老板 为什么咱做的衣服 要打上中国制造的标签 老板扑斥一下 受不住的大笑起来 你傻的吗 要是打印度制造 谁会买 你这么爱国 还怎么赚钱 可这就算了 本来是工人设计的裙子 现在被老板占用后 售价却从40元提到了170元 因为制衣厂和医院合作 裙子都是卖给贫穷的病人的 工人冒急越想越起 自己设计的裙子 现在不仅给打上别人的标签 款式也给改得丑陋无比 他怒火中烧 找到老板娘对质 斥责对方 竟如此剥削可怜的穷人们 吵到最后 冒急和老婆就给吵了鱿鱼 而属于两人的缝纫机 却还留在制衣厂里 没了机器 他们就不能单干 为此 冒急开始一蹶不振 每天就躲在家里睡觉 而老婆为了帮他 便独自回到制衣厂 找老板索要缝纫机 可对方表示 还给你可以 但要冒急以公司的名义 去参加国际时装赛 拿个大奖回来 这下 老婆彻底明白了社会的险恶 无论如何 他都坚决不同意 缝纫机 也自然没能拿回 尽管在老板面前 如此态度强硬 但当见到冒急后 老婆还是忍不住 直接在街上崩溃大哭 她认为 两人要夺回属于自己的尊严 他们要去参加时装赛 以自己的名义拿下大奖 吃一场老板什么的 就让他们吃屎去吧 随即 两人找到邻居 用甜品借来了缝纫机 等到了时装赛还选现场 他们就拿着做好的服饰 在一众评委前展示 虽然两人穿着土里土气 和面前时髦评委 形成鲜明对比 但两人的设计 还是得到了评委的认可 不过要想参加决赛 他们还需要有团队 设计出更多款式 老婆立马回答 咱们的邻居 个个都有手艺 只要召集起来 肯定能成 就这样 在冒急的软磨硬泡下 邻居纷纷加入团队 他们将大院当作工作室 摆台简陋的织布机 就开始每日每夜的设计创作 最终到了决赛那天 冒急就带着一家子和街坊邻居 来到了比赛现场 可不同于参赛设计师的专属模特 冒急这团队的模特 可都是群没见过世面的穷人 一上梯台 要么走得歪歪曲曲 要么走着走着就倒过来 更过分的还有 走没几步就响起了电话 众目睽睽瞎就这么接了 乖倒 咱这模特走成这样 还怎么赢啊 走秀过后 一行人无比失望 不等评选公布 就想赶摸班车回家 可这时 冒急接到电话 让他赶紧回到秀场 却不曾想 一行人就这么拎着大包小包 回到了秀场 伴随着全场欢呼 冒急用自己的努力 得到了属于他们的尊严 可把台下的工厂老板 看得心痒痒 而最后 他们不仅拿下大奖 设计的衣服 也打上了他们的标签 卖到了世界各地 正是冒急对于追求梦想的坚持不懈 以及老婆长久的陪伴和鼓励 才能赢下属于他们的荣誉时刻 起初冒急为了一份工作 为了能赚钱养家 不惜半猪半狗 被人戏耍嘲笑 但为了老婆 为了尊严 她还是选择辞职 走上了创业之路 有梦想很容易 但有勇气去追求 去努力实现 并非所有人都能触及的 可正是冒急和老婆的互相陪伴 才能让一加一 等于无限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印度制造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